当然不平安 校方经过内部会议讨论 决定尊重风水习俗看法 修改字体 但对外回应表示 他们并不是民性风水 而是为了创校20周年校庆 更改校民字体 美化校园 TVBS新闻魏家梁云林报道 再来看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平常到台北火车站通勤 或者是转车的话 您会顺便去逛一逛地下街吗 其实台北地下街的商场 从民国94年开始 是委由外界的商家来招标经营的 刚开始是以回转寿司文明的 征仙企业得标 像是政府成租经营权 而且平均每一年市府 因此全力经家使用费 光是当房东 就可以拿到6000多万元的盈余 不过后来征仙实在是赔惨了 不再成租之后 市府自己收回 却是上半年惨赔200多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地下街不应该是 人潮聚集的地方吗 还是个台北火车站呢 难道旅客都不到这里来 我们实地去看一看店家说 是因为地下街的动线 本来就太过于远离这些通行人潮了 而市府接手之后 既没有宣传也没有促销 当然是让他们已经赔到 几乎快要关门 不过这样的说法 我们却来看看另外一个地方 在过去台北火车站的二楼 也被认为是 旅客不会到的地方 不管谁乘租谁都会赔钱 但是看看现在明亮的空间 美食街一味难求 谁说生意做不成呢 恐怕还是跟经营的手法有关吧 店员怒气冲天 不是忙到火大 而是根本没得忙 不管店内店外 台北地下街都是这样冷冷清清 惨剧就从今年市政府 收回地下街经营权 拉开序幕 他们没有宣传吧 他就差别很多 我们都做不到 人潮明显大概少了多少 少了 好像多三成左右吧 过去五年地下街由真仙得标经营 每年举办促销 成功吸引买气 如今市府不见经营企划 商场死气沉沉 除了行销没作为 先天的动线规划也有大披露 高铁台铁捷运 三铁的大量人潮 地下街被禀除在外 真要专程造访 还得先下一段楼梯 走出了市政府今年经营 冷清又不堪亏损的地下街 我们再往下走几步 来到了二楼的围峰广场 发现在这里 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风貌 围峰广场明亮灯光 又位于车站人潮正上方 摊位开放式的设计 比地下街封闭式店面 更拉近顾客距离 摆在眼前的模范生 市府没打算效法 却也没提出特效药 过去真仙得标经营 每年市府大房东 收权利金和使用费都还有六千多万 今年拿会主导权 反倒上半年就亏了两百多万 金基姆成了孵不出蛋的老母鸡 北市府喊冤士经营权频频流标 自己才收下烂摊子 只是持续摆烂 恐怕亏本的生意也没人敢接 TVB新闻吴建宏学府 台北报导 但说到了车站 我们来看看大陆南京 这地铁站的月台 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意外 不过 全市府咖啥 西亚 预算